16岁贵州少女以外昏迷后莫名失忆 今后连父母都认不出 更诡异的是 她自称拥有了前世纪 说自己是来自福建的大户小姐 并说出一串神秘号码 连说话的口音都和原来有了天壤之别 女孩究竟经历了什么 难道世上真有转身或者灵魂附身的说法吗 事情就发生在贵州苗族的一个村寨里 在2018年的一天下午 一位名叫吴琴的女孩 正在教室上课 突然她一声大喊站了起来 引起了全班同学注意 随后她被晕倒在地 被老师送到了遗物室中 直到等她醒来后 大家悬着的新制裁放松下来 然而同学们不一会就发现 在吴琴的身上 好像发生了很多变化 首先她目光呆滞 一直直勾勾的盯着一个地方看 然后她好像失去了对所有人的记忆 在场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 对她来说好像都成了陌生人 并且在班主任问吴琴 你家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她竟然脱口而出 自己是从小在福建长大的 可同村一席长大的同学都清楚 吴琴是地地道道的贵州娃充人 福建里这里少说的有上千公里 她几乎从没出过远 更别提福建了 她连去都没去过 怎么会说自己是福建人呢 可从吴琴说话的状态来看 也不像是在说谎的样子 而且吴琴还说自己的父母 也生活在福建 这是班主任敏锐的发现 吴琴的口音竟也发生了改变 像是当地农村孩子来学校读书的 能说一口流利的汇水汉话 就不容易了 更别说能说普通话了 而吴琴在诗意后 讲出来的话就是普通话 更怪异的是 她连讲了十多年的家乡话 都听不懂了 只是一脸茫然的环视着大家 老师见到这场面 也是非常疑惑 她觉得会不会是之前摔倒了 导致脑子出现问题 等回家休息休息 说不定就能恢复 可要是事情真能这么简单结束就好了 之后老师都已经把吴琴 送到家门口 她却表示不认识这个地方 对眼前的父母 更是丝毫没有印象 说什么要离开这里 去福建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看到这种情况 吴琴的父母也是彻底慌了 无所之间 吴琴的母亲突然提出 女儿会不会是被灵魂附体了 因为事情发生前一个月 女儿就常说自己做噩梦 梦里有个劈头散发的女鬼 拿着一个铁锤疯狂的敲打 声音弄得她脑袋都要炸了 当时吴琴父母也没在意 毕竟噩梦谁都会遇到 难道吴琴身上发生的异常 与这个有关吗 当时我还感觉我是不是死了 我是不是到另外一个地方来了 16岁贵州少女以外 昏迷后莫名失忆 今后连父母都认不出 自称拥有了前世纪 吴琴父母说她是被鬼附身 要不怎么会说自己 是来自福建的大户小姐 并且从女儿的口音来看 也完全不是他们熟知的女儿吴琴 可鬼怪之说实在是太过诡异 他们也只好慢慢等着 看看过段时间后 女儿会不会自己痊愈 然而一个多月时间转瞬即逝 吴琴却依旧如茶 张口就咬死自己是福建人 甚至还背出了一道未知数字 正这是自己父母的电话号码 众人见到这种状况 心中也不仅开始怀疑起来 难道说 是吴琴身世有什么问题吗 然而吴琴父母接下来的举动 却彻底打消了大家这个怀疑 听到众人质疑 吴琴父母找出了存放起来的出生证明 等一系列记录 吴琴就是他们亲生女儿的证件 大家知道这样的状况再次蒙了 既然吴琴的身世没有问题 又怎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情况呢 吴琴还这么鉴定 自己就是福建人 福建和他的过往 几乎毫无交集 最令人感到惊异的是 他竟然还亲自绘制出 在福建家父亲的地图 甚至连一些细节都绘制得一清二楚 比如家里的摇椅 房屋附近的池塘 还有住着别墅穿西装上班的父亲 很明显 吴琴记忆中的自己 是个妥妥的大家闺秀呀 可是他说的这一切又该如何证实呢 此时所有人不约而同的 想到了吴琴先前写出的神秘号码 据他说 这是他前世父亲的电话号 打过去一切就能真相大白了 然而等记者拨号后却发现 这就是个没人使用的空号 见状就吃瓜群众立即说道 吴琴肯定是装病骗人的 可他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 吴琴的父母表示 孩子一直非常乖 学习成绩也一直很优异 压根不是会搞这样恶作剧的孩子 就在这时 记者通过资料突然证实 吴琴写的号码0595 的确就是福建泉州的区号 就算女孩是瞎编的 也不会变得如此偶然吧 贵州16岁少女莫名失忆后 六亲不认 自称有了前世纪 说自己是福建一家富贵人家的小姐 就连说话语气口音都发生了变化 吴琴为了证明自己所说的 还被出了前世父母的电话号码 经确认 女孩被出的号码区号 正好就是福建泉州的区号 但拨过去电话却提示是空号 记者为了揭开少女 是否真是轮回转世的说法 特地赶到了泉州 从当地营业厅得到了关键信息 少女失忆后写出的电话号码 以前的确有人使用过 不过调查后得知 这个电话号码以前的主人 目前已经外出打工了 记者无奈也只得暂时放弃了 这条调查路线 想出了一个新的验证方式 他们可以找一个福建人 用当地口音给吴琴打一个电话 如果他真有前世纪的话 不可能连家乡的母语都听不懂 你好 是吴琴吗 我是 你又来到福建专举 你又来到福建专举 你再说一遍 我好像知道在说什么 又好像不知道 你能听得到我刚才说什么吗 不知道 电话过后 记者心中完全确认 吴琴肯定不是什么轮回转生 也不是他所说的什么福建人 众人商议过后 决定带着吴琴到医院检查一番 看看会不会是把脑子摔坏 然而等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后去发现 吴琴身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唯独精神科医生表示 吴琴可能患有严重的疫症 很可能是因为常年自我心力暗示 导致的选择性失忆 可吴琴的父母却很纳闷 平时又没缺他时 也没少他穿 女儿从小就非常优秀 是村里唯一考到县里的学生 平时看起来更是开朗活泼 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可医生却表示 正是因为吴琴各个方面都十分优秀 所以在学校肯定是备受主顾 从而更加强了他的好强心 而他的家庭环境 是他的这种心理备受打击 因此他心里 非常渴望自己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经过长时间强烈的心理刺激 导致他出现了选择性失忆症 可中人此时却非常疑惑 如果按照医生的说法 吴琴幻想的家 又怎会有那么多真实的细节呢 据后来了解才得知 原来吴琴在初二时 曾结识了个福建小伙子 很多福建当地的事业集电话 都是那个小伙子告诉他的 在得知真正的原因后 也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方式 后来在父母一生的共同努力下 吴琴也得以顺利康复 您对吴琴的经历有何看法 欢迎评论区积极留言 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吴琴